那當天呢還是會有30攤的一個圓遊會的一個攝攤 那這次我們特別呢 也邀請了金曲的一個得獎的團體叫Boxing 張惠妹的徒弟 這次呢他們也特別來幫我們做一個議員 我想希望呢各位民眾呢 然後旅行台東的朋友 在10月28號呢共享盛舉 那我們時間呢是在下午的2點到7點 那這樣子的一個活動非常有主題性 那又有娛樂性 那再加上有這麼好的 張經理這塊南風的一個拋棧語 我想也帶給台東希望台東人有一個 就是在10月28號特別的回憶 那再次謝謝大家